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梁是一微的 那么横跨过一个跨度 底部提供不了空间 如果你把想结构提高 那么就需要竖起来柱 由梁和柱这样组成的 节点处是刚节点的 那么这种结构我们叫做刚架 我们来看一下刚架和梁 二者的不同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简直梁 跨过一个跨度L 那么最基本的一种核载就是满跨均部核载 则跨中最大的弯跨就是 八分之一QL方 这个结构只能用在桥梁 含洞等等 底部不需要空间的地方 那么当底部需要空间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把这结构抬升起来 给它加上柱子 柱和梁之间 节点处是刚节点 那么我们知道刚节点能够提供弯距 抵抗它的转动 那么现在来看一下 还是均部核载 跨度还是L 由核载和内力的微风关系 我们知道满跨均部核载 最后的弯距图肯定还是一条抛线 这个结构是个对称结构 那么刚节点处 抵抗均部核载往下压的时候的脑曲 会给它提供一个上侧受拉的弯距 则按照叠加法 上侧受拉的弯距连一条虚线 跨中叠加八分之一QL方 那么大家现在比较上下两图的 抛线部分的弯距图就可以看出来了 底部钢架这个结构 它的弯距就要比梁的小的多 也就是说它的弯距会分布得更均匀 而内部提供了大的空间 那么有的同学说了 底部能提供空间 只要把它织起来就可以了 来试试看 用行架来处理 底部提供空间 但是行架我们知道 全部都是角接直杆 要想把它变成几何不变 必须有三角形几何不变的规则在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了 下部的空间 无法形成我们工程中要用的净空 所以比较这三种 梁、行架和钢架 我们可以看出来 钢架有明显的优点 可以让它的内力分布更均匀 和梁来比 那么和行架来比呢 它可以提供底部的大的净空间 满足工程上的建筑使用要求 那么有了这些特点 大家会在我们生活实际和工程中会发现 钢架是用的最多的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房间 典型的梁柱组成的钢架 那么其他这些墙只是维护结构 不起骨架作用 所以它的实际的结构部分就是一个钢架 来我们看一下钢架它的组成特点 要想算钢架的内力和反力 那么首先要从它的几何组成分析入手 因为要想求力就要取隔离体列平衡方程 而如何取隔离体 先取谁后取谁 就是由结构的几何组成来决定的 所以按照钢架的几何组成特征 我们把钢架进行了一下分类 最简单的一种就是图示这种 钢架杆件之间全部钢结成一个钢片 那么一钢片和地面之间只需要三个联系 上面就是一角一链杆经典的简织结构 而这个呢 玄壁一个固定端就是三个约束 所以它也是一个一钢片和地面之间 三个连接在一起的 那么像这种钢架内部组成一个钢片 再和地面之间用三个连接成几何不变的 我们把这种钢架取名为简单钢架 或联合钢架 什么叫联合呢 就是杆件内部 我们给的这两个图示最简单的 全部是钢结直接成为一个钢片 那么也可能是多个杆件 用几何不变规则组成一个大的钢片 也可以 只要保证最后和地面之间的联系 是三个 那么它就是简单的钢架 那么大家想一想 整体结构和地面之间就三个约束 这三个约束的产生的这个支作反例 怎么求 非常清晰 就是取整体为隔离体 切开这三个支作处的约束 一个隔离体 三个位置力 那么三个独立方程 自然就要渴求了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种 体系内部是两钢片 但是这两钢片之间呢 没有组成一个大的钢片 那么两钢片加上地面 一共是三钢片 三钢片的规则就是 三钢片三角 两钢片之间两两角结 三角不共线 组成了一个无多约束 几何不变体系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整体和地面之间是四个联系 一个脚切开 替代于两个支作反例 那么大家可以想见了 取整体为隔离体的时候 现在是有四个位置力 而只有三个独立的平衡方程 不可能把所有的支作反例 全求出来 那么这时候怎么去解决 这种结构 我们一会儿要讲到 看一看它的支作反例 用什么办法来求解 再来看一下 对图示这个钢架 做几何组成分析 很清楚 左侧一个固阶端 那么马上变成了 一个几何不变部分 在左侧变成几何不变的基础上 右侧的钢片 一脚一链杆搭接齐上 然后变成了几何不变部分 在几何组成中 有一个先后顺序 而这种结构 我们在前面刚学过的多跨梁中 已经熟练掌握了 叫组成结构 那么这种钢架 我们把它叫复合钢架 只要是组成结构 受力分析 永远遵从什么原则 应该是先计算 辅属部分 后计算 基本部分 所以从图上 我们这个从钢架的 几何组成的分类 我们分析出来了 由它的几何组成的不同 所以决定了它 力的求解路径的不同 反过来说 也就是一个钢架拿过来 你不管是算 制作反力内力 还是画弯剧图 第一步永远是 做几何组成分析 由它的几何组成 来决定你的受力分析的思路 我们来一种一种来看 最简单的这个单体钢架 我们刚才说了 它整体是一个钢片 和地面是三个联系 那么我们切开这三个联系 就可以三个方程 三个位置数全部求解出来 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例子 简直钢架 在一个水平力作用下 现在求支作反力 A支作缴接 那么替代的支作反力 就应该是水平力和数项力 B支作是一个数项链杆 应该替代成数项支作反力 去掉的支作 一定要替代以符合其原有 支作性质的约束力 那么这个力的方向 建议大家最好先看一眼 那么最好是按实际正向射出 如果你判断不出来 那么可以按任意方向射 最后得到的是一个带数值 来按我们图示 现在所给的三个位置力的方向 我们求一下它的数值和正负 一个合理体 现在三个位置力中 两个是数项力 一个是水平力 那么马上想到第一个方程 一个位置数应该先列 SigmaFY 那么水平力 由水平支作反力来抵消 大家现在目测就能看出来 水平支作反力 应该是跟我们所设的方向相反 向左大小等于FP 水平力求完了 现在剩下两个数项力 那么何以想见 SigmaFY 在这个方程中会有两个位置数 所以不能保证一个方程一个位置数 怎么保证 只有一个位置数出现在方程中呢 投影不可以了 那就得想取句 对两个位置力的焦点 也就是A点 我们如果取句 那么只有YB出现在方程中 SigmaMA等于0 那么外合载和这个YB 对A点取句求得YB数值的大小 经过计算 我们可以得到YB跟我们所设的方向一致 实际方向就是向上的 大小等于2分之FP YB YB已知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来求YA 最简单的方程 当然就是SigmaFY 没有其他的数项核载 那么只有两个数项反力 所以肯定YB 所以肯定YB和YA应该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像这种简单的力 大家以后可以快速判断出方向和大小 那么直接就能给你写出数值了 这个隔离体是我们经典的 是三个位置力作用在隔离体上 那么数值很简单 用它我们要掌握什么呢 就是如何列一个方程 一个位置数 方程一般有两种 投影和取句 什么时候用投影方程呢 三个位置力 若另外两个力是平行的 那么对它平行的垂直方向进行投影 则只有第三个力出现在方程中 保证了一个方程 一个位置数解出来了 那么你如果要想求一个力 另外两个力不平行 就是相交的 那么对它相交的点取句 则方程中只出现你感兴趣的第三个力 所以什么时候用投影 什么时候用取句 那么大家就可以按照三个力 相互之间的关系给出 保证最后一个方程 一个位置数我们解出来 来现在看一下悬臂 悬臂量我们会解了 那现在来看悬臂钢架 切开固定端 应该是一个水平力 一个竖向力 一个弯矩 注意固定端的弯矩 按你大致判断出来的方向来设就可以 这里头不存在正负 那么好 来看一下 三个值 两个是力 一个是弯矩 所以是正好三个独立方程 Sigma Fx 求出水平力 Sigma Fy 求出数向力 那么第三个 当然就是对A点取句 Sigma M A 求出A端的固端弯矩 求出来以后 那么大家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像我们这样写出来的 每个值后面加一个括号 标出它实际的方向 这样的话 一般就不会产生这个正负号的误差 引起的数值错误了 我们来看 特殊之作 也就是这种滑动之作 我们来如何求解 滑动之作 切开以后 替代的之作反例 应该是 两个水平链杆 当然会产生一个水平力 两个水平链杆 限制端部的转动 会产生一个弯矩 一个数项链杆 那么替代成数项链 切开整体为隔离体 我们暴露出来的三个链 又是一个水平 一个数项 一个弯矩 所以还是标准的 三个方程 三个位置数 大家心算一下 现在就能给我数值了 YA是多少 没有数项核载 所以YA等于零 YB 一个水平可载 全部由YB来承担 方向二者相反 那么YB就跟我们设的方向一致 应该得正的P MB等于多少 MB你可以对任意一点取据都能求出MB数值 因为YA和XB已知 那么这里头我们习惯对知作处取据 所以对B知作处取据 大家注意一下看看B知作处有哪些力产生感觉 数项核已经没有了 只剩下两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一对水平力 它们会组成一个力偶 这个力偶谁来承担 就是由固定端的弯距MB来承担 所以它对应的产生的弯距值就应该是两个水平力乘上力之间的力弊 正好应该是P乘上二分之L 水平力产生的力距是一个E是真的 所以MB方向是顺势真的 跟五射的一致 通过这三道力体 大家可以看到 钢架内部 一钢片和地面三个约束 只要你切开这三个约束 保证在隔离体上列三个独立方程 一个方程 一个微知数 就很容易求出所有的制作反例 那么大家需要注意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工程中 钢架内部可能不是全部钢结在一起的 看看图示的例子 这个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应该还记得 在我们几何组成分析的时候 出过这道题 让大家对图示结构进行几何组成分析 那么大家看完以后 马上应该能想到的是什么 三个角放在这 那么这个结构做几何组成分析 可以有多个选择 一种就是左右两个钢片 然后中间由C角连接 下部AB 一个直杆连接 它就是一链杆 那么就是两钢片一角一链杆组成 那么这又是符合我们前面所用过的两钢片规则 所以两钢片之间只要是三个约束切开 就应该是可解的 问题是 有的同学可能看的图会认为 为什么一定要用两钢片规则 我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三钢片三角 AC一钢片 CB一钢片 我把AB看成是一个钢片 可不可以呢 可以 做几何组成分析是没有错的 但是我们受力求解的时候 越简单越好 注意看AB上 AB上无外合载 两端角接直杆 那么在这个受力状态下 AB就只能产生轴力 也就是说AB只起到一个链杆的作用 而我们现在要求力的时候 当然是用两钢片一角一链杆 来看待它是最简单的 那么我们就切开这一角一链杆 切开C处的角接应该替代成水平竖向力 没问题 切开AB处切开以后是一个链杆 那么你应该替代的就是沿着链杆方向的力 那么对AB来说就是它的轴力 所以我们AB切开以后实际是一个内力 切开后按照正向去设 FNAB设成是受拉的 现在这是一个隔离体 三个位置力 那么大家给出三个方程就可以了 两个水平力 一个数向力 所以我们这回先求数向力 SigmaFy等于零 所有的数向核载全部由YC来承担 然后现在要求两个水平力 SigmaFx不好用了 就得怎么办 取句 对A点可以 对C点也可以 那么当然我们是对A点 现在直接来求快一些 A点取句 均步核载作用下对A点产生的弯句 再记一遍 满跨均步核载对E端进行取句 二分之一QL方 所有的数向力 YC 那么对A点投影 XC对A点投影合在一起 它们产生的 YGCM应该等于零 求出XC数值大小 跟我们所设的方向一致 方向向左大小等于 二分之一QL 当XC求出以后 那么大家马上就能给出 FNAB的值 因为它俩应该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也跟我们设的一致 说明AB杆是受拉的 这个例子 大家看完以后 要记住的是 图示结构 进行几何组成分析的时候 要考虑它 其上核载的作用 AB杆 因为没有核载作用 所以才能看成是 一个链杆 来 图示结构变复杂了 但是能看出来 整体和地面之间 还是一角一链杆 所以内部肯定是一钢片 拿过来 第一件事永远是 先做几何组成分析 大家对图示这个钢架 内部做一下几何组成分析 看它是如何构成几何不变的 回忆一下我们的几何组成分析的思路 拿过来 杆件数很多 那么想办法 要减少杆件数目 最后形成两或三钢片 看图示结构 没有二元体 那么就只能是寻找某些杆件 做钢片 什么样的杆件做钢片比较方便 折杆 AC一个折杆 看成是钢片1 DBE折杆 看成是钢片2 现在已经有两个钢片了 那么最多再能找一个钢片 或者是寻找这两钢片之间的联系 那么恰好 现在这两钢片之间有 ADCDCE三根链杆连结 为什么可以说它是三根链杆呢 因为这三根杆都是两端角接直杆 其上无核载作用 既然无核载作用 当然就是只受轴力的链杆 那么体系内部 还是两钢片三个联系组成一个钢片 现在我们不但要求支作反例 还要求出这个联系切开的这个约束力 那么第一步 当然是求支作反例 整体和钢片和钢片之间是一角一链杆 三个直作反例 那么标准的三个方程就可以了 取整体为格立体 第一步Sigma 唯一的一个力 水平力Fx等于零 求出xa的大小 YB两个想求其中的一个 那么当然是要取句 对A制作取句 Sigma MA等于零 我们求出YB的数值 等于P2分之 方向是向上的 那么在图示结构上 没有其他的数项核载 YA肯定就等于 跟YB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负2分之P 全部支作反例 求完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要求的约束的力 也就是我们刚才分析的 这两钢片之间的 这三个链杆 你要求这三个链杆的力 那么就要把这三个链杆 切开 取隔离体 取左侧 取右侧 都可以 当然是隔离体上 你的力越少 力越方程越方便 所以我们取 D B E 做隔离体 其上只有三个未知的 约束力 和一个 支作反例 大家能不能心算一下 把这三个力 直接把数值告诉我 怎么最快 三个力 两个水平 一个数项 那么第一个值 马上求出 数项力 等于 负的 外壁 那么跟我们所设的方向 要方向相反 这三个力 切开的时候 大家注意 替代的应该是 轴力 所以全部设成 是受拉为正的 所以FNDC 实际 受的是 压 这两个力 求完以后 大家注意看 剩下的两个力 是 一对水平力 为什么说是一对啊 没有水平和载 那么这 两个水平力 它俩就得是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一对 这对力 那么等于多少呢 我们对地点取具 就可以求出 FNEC的数值 因为 FNEC到地点的力弊 和YB到地点的力弊 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数值 也等于2分之P 注意方向 YB产生的是 逆时针的弯具 那么FNEC就得是 顺时针的 所以求出来 它是受压的 直是负的 它是受压的 那么另外一个 FNDA 就得是跟它 方向相反 它是受拉的 一对水平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抵消谁 抵消这一对数相力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两对力 其实是组成了 两对力偶 这两对力偶 互相之间 正好是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互相平衡 所以下次 同学再碰到这种 一个隔离体上 有两对力的时候 就可以用力具平衡 直接来求出 直的大小 和各自的方向 单体的钢片 讲完了 那么现在来看看 钢架内部 是两钢片 加上地面 是三钢片的 三钢片 三角的钢架 如何来算 来看一下图示的结构 经典的三钢片 三角 其上作用了一个水平核载 那么A直作 角直作 切开的话 应该替代 XA YA B直作 切开一个角直作 替代 XB YB 一共是四个直作反例 那么大家针对这个整体的 隔离体 试着看看 列平衡方程 看看这四个力 能求出来哪一些 能不能都求出来 我们看 两个数项力 σFY 没有用了 两个水平力 σFX 没有用了 所以 要想 一个方程中 只有一个位置数 那么 投影方程不行的时候 就只有考虑 取句了 对哪一点取句呢 现在是四个位置力 那么我们看一下 如果对A点取句 怎么样 XA YA过A点 XB的延长线 也过A点 所以当对A点取句的时候 四个位置力中的三个 将不出现的方程中 唯一出现在方程中的 就是这个 YB 那么 我们就可以 求出 YB的大小 那好 在整体 为隔离体中 我们对 A点 取句 可以求出 YB的大小 当YB 已知的情况下 那么 YB YB 就可以求了 用 SIGMA FY 我们就能求出 YA的数值 来看一下数 对A点取句 YB 抵消的就是 外核在 FP作用下的 所以它的数值 就是 二分之 FP 跟我们所设的方向一致 方向是 向上的 产生 一时针的弯区 YB 如果是向上的 那么 YA 当然就应该是 向下的 所以求出来 跟我们设的方向相反 是一个 负的 二分之P 两个数项力 知道了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看 两个水平反力 能不能求呢 一个隔离体 三个 独立方程 就剩一个方程 没用了 那就是 SIGMA FX等于力 可是 两个水平力 都在这一个方程中 在整体这个隔离体中 我们没办法再求出 水平反力 怎么办呢 这个隔离体不行了 那么还需要 列方程 就只能 再取一个隔离体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 不取整体的隔离体了 新取一个隔离体 那就要切开 角C 去AC或CB 做隔离体 那么 两面比较 显然是 AC上 力太多了 所以我要取 CB 做隔离体 切开脚心以后 一个脚 又暴露出 两个心的 位置力 而原来的 B制作处的 数向反力已知 只有水平 反力 我们现在是不知道的 那么大家看 现在这个 新给出的 隔离体上 只有三个位置力 所以三个位置力 就是都可解的了 大家看 在CB上 我们现在来求 XB 应该用什么方程 三个位置力 三个位置力 你要想求 XB 要看另外两个位置力 XC YC 是什么样的 它俩交于C点 那么当然 就应该是对C点取借 SIGMC等于0 YB乘上2分之L XB乘上的是L 那么一个是逆时针 一个是顺时针 所以XB跟我们设的方向一致 大小等于4分之P XB已知了 那么另外两个力 就可以用我们刚才所说的 两对力来求得 数项力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水平力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求出XC和YC的数值 那么到这个时候 还有谁是不知道的呢 别忘了 在整体中 你的XA还没求出来呢 所以要回到整体这个隔离体中 然后 就要得 XA的大小 到此为止 我们这个三钢片 三角的 三个角 各自切开的 两个 约束力 也就是一共 四个 制作反力 两个约束力 全部求得 在整个求解过程中 因为我们要求 六个力 所以一共也是用了 两个隔离体 六个独立方程 这种方法 我们就把它叫做 双截面法 一共用了 两次的 去隔离体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因为 整体结构和地面之间的 四个约束力 违法在整体这一个隔离体中 全部求得 三个方程不够 还要补充方程 那就得再取一个隔离体 这个就是三缸片 三角结构的求解思路 取两次隔离体 两个隔离体 那么一共就可以列 六个独立方程 那么你这六个约束力 全部就能够求得 至于取每个隔离体 列哪一个方程 求哪一个力 这要看具体的约束情况 给出来的力 怎么能保证 一个方程 一个位置数 大家 记住一句话 就是双截面法 适用在什么情况下呢 我们这个题 给的是三角的钢架 但是 实际双截面法 可以用在任意的 三角的结构上 可以是三角的钢架 也可以是三角的拱 三角的行甲 只要任意结构 你用几何组成分析 分析出来 它最后是三钢片 三角 那么其约束力的求解的思路 永远是双截面法 这一步学会了 那么指导我们以后各种结构的求解 都是应该先做几何组成分析 由它的几何组成来决定用什么方法来求解 来 先做几何组成分析 看看图示结构是如何构成的 体系内部很清楚 两钢片 C和B明显的角接 但是A现在是一对水平链杆 组成的一个无穷远的角 怎么判断它是几何不变呢 还是顺变呢 还是长变呢 我们要怎么办 看看三角是否共线 那么无穷远的角就在这条竖线上 而C和B它俩的连线和这条竖线有一个焦点 也就是说三个角不可能共线 所以结论是三钢片三角三角不共线 无堆约束几何不变体系 现在对这个三角钢架 我们来求解它的支作反力和约束力 和上一道题不一样了 因为A支作切开以后 替代的支作反力的是一个竖相力 一个弯具 那么整体做隔离体的时候 四个支作反力 现在变成了两个竖相力 一个水平力 还有一个弯具 这回你要再对A支作取具 Sigma 方程中就不只有YB了 还有MA了 那么现在看看 哪一个方程能保证是 可以一个位置数的呢 两个竖相力 Sigma FY不好用 弯具 MA 对任意一点取具的时候都在里面 所以取具不好用了 但是我们发现 在这里头只有一个水平力 XB 所以在整体中 你要想求出一个制作反力 只能选Sigma Fx 求得 XB数值的大小 FP全部由 XB承担 所以XB就等于 FP 方向指向 左侧 和我们设的方向一致 现在有没有其他力可以求了 看看在整体中 还能不能求出 其他的制作反力了 对A点取具 对B点取具 还是不可以了 所以我们现在发现 在整体中 唯一一个能求出来的 就是 XB 所以现在在整体中 没办法再求了 就得是 双解面法 取第二个隔离体 因为你求的是XB 所以这回不用想了 切开 角C 肯定要取 CB 做隔离体 切开以后 在XB 以至的情况下 另外三个约束力 可以求得 那么我们快速地把这三个值 求一下 对C点取具 求得YB大小 那么马上新算就出来了 YB应该是XB的2倍 所以应该是2倍的FP XC YC跟XB YB应该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马上求得 因为我们设的是向上的YC 所以求出来应该是负的 向左的XC求出来也是负的 那么在XC YC 以至的情况下 现在就算整体中的那三个位置力 不知道了 现在就得回到整体 为隔离体 在YB 以至的情况下 再求 YA或MA 用哪个方程都可以了 SigmaFY等于0 就可以求出 YA的大小 没有其他数项核载 所以是 XYB和YA 二者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YA跟我们设的方向应该相反 方向向下 等于FP MA对A点取句 外核载和YB XB对A点进行取句 XB过A点 所以只有外核载和YB产生弯句 求得实际的最后 MA跟我们设的方向相反 是一个顺时针的短句 那么全部求得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和上一道题哪里不同 为什么求解的方程 列得跟刚才不一样了呢 因为支作A的改变 使你的四个支作反列不一样 那么你一定要保证 一个方程 一个位置数 在这四个反例中 你要寻找一个可求的反例 那么也就是 在这个方程中只有一个例 然后再按照可求的路径 把其他的例求解出来 而先求谁 后求谁 就取决于你这个支作反例 到底是什么方向的 来 把这个支作改一改 看一看 这会是什么样 眼熟吧 刚刚做完的 三钢片 三角了 这回是 为什么 A B 现在其上有一个树向核载作用 A B 将不只产生轴力 还要产生简粒核弯具 也就是说 A B 不能看成是链杆了 那么 A B 就必须是一钢片 加上 A C C B 一共就是三钢片三角 那么大家来看看 这个三钢片三角的结构如何来求解 双截变法 这回你在三个钢片中可以任意取了 那么当然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最简单的钢片是谁呢 当然是 A B 拿出来 A 和 B 各自替代成两个约束力 那么这个题如果不看水平反例的话 就是一个简直量的 对不对 可是现在它是处在一个钢架中 注意两个水平力是存在的 我们可以先求出 YA和 Y B 一面一半 抵消数向向上的核反 所以 YA和 Y B 方向都是向下的 跟我们所说的方向相反 而这两个水平力 我们是没办法求出来的 所以第一个隔离体已经用完了 需要寻找第二个隔离体 结构因为是对称的 所以取 A C 和 C B 那么工作量是一样的 我们把左侧的 A C 单独拿出来 作为隔离体 来看一看 对图式结构 切开以后 A 处的竖向反例 YA 一直 那么又是脚膝两个力 加上一个 X A 三个位置力 寻找最快路径 第一个 当然是竖向力 Y C 是独立 唯一的一个 那么求出来 Sigma F Y 等于零 求得 Y C 的数值 Y C 正好等于零 然后两个水平力 就得进行投影 我们对 A 点取具 求得 X C 的大小 X C 我们求出来等于 二分之 Q L 注意 均不合宰产生的弯具 是顺时针的 你的 X C 就一定要逆时针 所以最后 X C 的方向是指向左侧 和我们射的方向相反 直是应该是负的 那么 X A 当然就跟 X C 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也应该是负的 指向右侧 二者相平衡 到此 我们的六个约束力 全部求出来 那么 X B 的大小 回到 AB 的隔离体中 用 Sigma X 就可以求出来 这道题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它和我们前面那道题 二者图形相同 上面所受的核载一样 只不过是 AB 上 一个是受核载的 一个是没受核载 那么做几何组成分析的时候 AB 是链杆还是钢片 引起来的后续的 所有的求解思路 就是完全不同的了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三钢片三角 两钢片一角一链杆 二者之间的区别 AB 上无核载 两端角接直杆才能是链杆 而杆件上作用核载了 受弯了 它就不能看成是链杆了 必须看成是一钢片 来 再看一道题 结构又改样子了 和地面之间 还是AB两个角接 没问题 但是内部没有角 上面BE一个链杆 下面AF一个链杆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一钢片 二钢片 这两个钢片之间有什么连接啊 CD E F 两个链杆 其上无核载 两端角接 它俩可以看成是两个链杆 而这两个链杆是平行 切等长 所以我们的几何组成分析的结论是 BE是一钢片 AF是二钢片 而基础就是那个三钢片 这三钢片之间通过A角 B角和CDE F 这平行链杆组成的一个 竖向无穷远处的虚角 三钢片三角 组成无多余约数 几何不变体系 因为A和B的连线 与这两个平行链杆 它们不平行 所以不会出现三钢片 不会出现三角共线的情况 这个分析清楚了 既然是三角结构 那么就还得是 双截面法 按习惯性的 如果我们取整体为隔离体 切开以后 大家会发现 A之作有水平竖向力 B之作有水平竖向力 但是AB不再处在 同一个竖向面上 那么大家会发现 SigmaFX不好用了 两个水平力 SigmaFY不好用了 两个竖向力 而你对A之作取具 XB YB都出现在方程中 反过来你对B之作取具 一样道理 还是XAYA两个位置数 也就是说 取整体为隔离体 一个之作反例 我们都求不出来了 那么这个双截面法 取谁做隔离体了 既然整体不行了 那我们自然就换一个吧 换谁呢 换BE或AF 另外两个钢片 做隔离体吧 那么我们取BCE 上面这根杆 单拿出来 做隔离体 大家看看 为什么要这么考虑呢 切开以后 你的CDEF 平行的链杆 替代成轴力 A B之作处的 水平反力 竖向反力 四个位置力 放在这以后 大家马上看到什么了 其中三个平行 那么对三个平行力的 垂直方向 也就是水平方向 SigmaFX 进行投影 只有一个力 出现在方程中 就是XB XB可求 求完以后 在这个BCE 这个隔离体中 还有没有能求出来的了 没法求了 因为另外三个列 全部平行 那么 在这个隔离体中 现在不能求了 就换个隔离体 换到哪去呢 换回到整体 为隔离体 在XB已知的情况下 只有三个 之作反力为之了 那么这回 一个方程 一个位置数 就可解了 Sigma MA取具 求得 YB的数值 Sigma FX 求得 XA的数值 因为XB 我们等于零 所以 XA 也等于零 两个水平反力 都没有 YB YB 已经求得了 那么我们就 Sigma FY 求得 YA 数值的大小 那么 现在注意看 我们的四个 之作反力 全部求出来了 没完 你的两个 你的两个 CDEF 链杆的力 还不知道 所以还要 回到 这个 B E的 隔离体中 在YB 以致的情况下 剩下两个 数项力 未知 当然还得 是用 取具 对C 节点 取具 求得 NEF 求完以后 再来 Sigma FY 则 NCD 我们就可以求出来了 到此 所有的六个约束力 全部求得 大家通过这几道 三角结构 不同的连接方式 会发现 那么 不管你如何连接的 只要是三钢片 三角 最后 必须是 取两个隔离体 列六个方程 求出这六个约束力 而要想 求解的最快速 想办法要保证 一个方程中 一个未知数 这就是需要大家 几何组成 分析要熟练 而如何 保证一个方程 一个未知数 就是取具的时候 要保证 除了你要求的力 其他的力 全都教育一点 投影的时候 就是除了你要求的力 其他的力 全部都和你投影方向 垂直 那么这样 就能保证 你求解的思路 既清晰 计算起来 有快捷 好了 我们休息一下 好 中文字幕——YK